我们3327现在的话是测一下它的一个插损的标定 先这一段是APC的 这段是PC的 接上去之后 模式这里到了那个1310的插损界面 然后按RF标定 切换波长到1550再按RF标定 这个时候我们插损的标定就已经好了 接下来我们在模式按钮再按到回损界面 现在是1310回损 我们现在要进行回损的一个标定 我们需要将标准线的一个中末端进行一个缠绕 用差不多十字螺丝刀的那个刀柄去绕它 绕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POWER的一个数值是在-65.7地边 一般的话都要小于-62 这个时候呢我们长按我们的BRO键 4秒会显示4个0 然后我们切换我们的波长到1550 这个时候POWER也是小于-62的 3M2 这个时候我们把线松开 铝直 按RF 这个时候它的一个1550标定就好了 然后我们切换到13103RF 1310标定也好了 正常的话它这个标定完之后的一个初始值在14.8左右 现在我们把这个标准线和我们的贝色产品进行连接 这是我们的贝色产品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1310的回程是在58.2 150内是58.4都是满足要求的 一般性的话PC的产品都是大于50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切换我们的模式到插损界面 你可以在插卫生界面 插损界面的话这里是-0.08 然后1500是-007 我们测回程的时候尽量不要把产品接到PD里面 它那个值会有变化 所以所以我这边我也切过来看一下 就是它的如果你接到探柱里面的话 它的值有个反射 所以它会值会偏小 事实上的话它的水准应该更大一点 这个应该还要落关切吧 因为它是-0.08 末端是APC所以它就不热了 但是你要跟人家讲明白就是-0.08 如果说您是PC的产品的话 你这边还是要把线拉开进行一个缠绕 同样的方式绕四到五圈 让这个光没有这个反射去测试 如果你两端都是PC的话一定要绕 如果你末端是APC的那自带反射的话 你就不用绕 然后你切换一个就是双波场插卫生界面 给客户说明一下 再按摩式按钮的话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波场的插卫生的一个界面 就可以比较直观的去看这个13和15两个波场的插卫生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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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